在国外还有那种就是小汽车 到一个地方门一打开啊 就卖的热狗 那中国也有那种大货车 一打开后备箱 全是大西瓜 A young company that was started by 这位女博士啊 已经帮助了他 You have a dream in your heart Hello大家好 我是家宝 Hi everyone and this is Jaeger here 欢迎大家来到新一期的热点自习室 and welcome to our newest episode of BuzzDoc and we're talking about different knowledge and some trends that are really popular in China 今天要聊的是创业 and we're going to be talking about starting your own business 说到创业啊 我最近了解到在我的家乡密云 有一位女博士啊 BHD 她创业啊 做了一个养蜂基地 你说十年养蜜蜂啊 得被蜜蜂遮多少次啊 哇 这个蜂蜜要产出来非常的有难度 它需要天时地利人和 还要克服天气的原因 还有土壤各个方面都要结合起来 所以你才能尝到那么高品质的蜂蜜 让你的睡眠更好 你看我也喜欢创业 你在创业什么呢 我平时有空的时候 我就录一些 比如说英文歌 或者做一些配音 啊就这样子 那我明白了 你这个不是创业 那我是 你是斜杠青年 其实这个概念是从国外流传前来的 so when we talk about like slash I'm like an actor slash a host slash a singer they use the word 斜杠 in chinese 就简单的说 就是白天你有上班的这种普通的工作 但是呢到了晚上 你可能要运营自己的视频号 或者做一些自媒体 当健身教练等等 这个啊是互联网的一个必然的产户 可以说斜杠青年 你可以理解成呢 就是不满足单一职业 他可以开拓出不同的双重的职业 来不断的丰富自己的这种事业 斜杠青年他有自己的工作 没错 需要上班 但是呢创业者 他只有他自己创业的那个事业 是吧 没错 现在就创业可以说是大势所趋 哎怎么讲 在周末的时候 都会有一些小地摊 出现在这个各个市景当中 对了 在国外还有那种就是小汽车 到一个地方门一打开啊 就卖的热狗 那中国也有那种大货车 一打开后备箱 全是大西瓜 直接就卖了 对啊对啊对啊 哇那很实在啊 是是是 我们还卖咖啡 我们也有那个柠檬茶 据我所知啊 中国夜间经济的规模已经达到了三十万亿元 哎 家宝 嗯 我不想养蜜蜂啊 啊 那你想干嘛 我想要摆地摊 哦 你想要摆地摊养蜜蜂 所以一些年轻人啊 为了自我实现 并且啊 有一份热情去选择了创业 哎 中国有一个古籍叫山海经你知道吗 山海经我真知道 哦 因为我记得啊 我上一次去的四川自贡 嗯 那边参加了一个灯会 然后呢 里面就有一个 泪气 珍珠的娇人 哦 哎 我还跟他一起合过影呢 是吗 人特别好 哇 其实我也想到了成都有一位姑娘啊 是个九五后啊 也是个女摄影师 她把山海经里边那些神兽啊 她给的拟人画 啊 拍出来的那个形象啊 就仿佛跟真人一样 那么唯美和灵动 So I want to explain a little bit about 山海经 This book is an ancient book in China and it's filled with mythical characters inside and this girl she used those characters and the modern technology and created into a beautiful art So it's all about innovations now 这位九五后的女摄影师啊 可以说她的影集是大火呀 哇 她之前呢 创业的一些成本呢 也就全都回来了 哇 不仅这个成本回来了 机会也是越来越多 她的梦想也逐步的实现了 而且我还知道一个创业者 叫叶科 在浙江松阳县也开始了乡村文创事业 把松阳本土的绿茶 红茶作为扎染染料 创办平田农耕馆 作为对外展示乡土农耕文明和传统手工艺文化的窗口 从叶科入住平田农耕馆以来 带动游客乡村旅游及文化体验 达到了十万余人次 那我们之前提到这个女博士在秘云养风成功了 她带领了大家一起创业 中国有一个俗话叫做有活大家一起干 有钱大家一起赚 现在社会创业的软硬件都比较的丰富 所以哪里都可以创业 大环境大趋势也是促进着大家不断的向前发展 不断的奋斗 是的 360行行行处转员 在中文里面还有一句非常流行的话 一定要有梦想 万一实现了呢 用英语说就是 祝你养风成功 谢谢你 好 希望大家喜欢我们这期节目 Thank you so much for watching this episode Please follow us on all these platforms We love you guys 祝大家创业成功 See you there